請你在核卡的30日內線上做登錄 登錄完之後只要刷10萬元 就可以拿到1萬元的領券 嗨 我是寶可夢 我收到了永豐大戶寄過來的包裹 到底是什麼呢 趕快來看看 這個呢 你看 哇 是一個全白的一個包裝 這個看起來呢 是不是就有點像是一個Apple的商品 這呢 就是永豐大戶的金屬卡 這個金光三相 已經來了 先看一下這張產品權益卡 這張產品權益卡 它基本上就是這張卡片它的一些權益什麼的 所以呢 在這邊就可以看到這個 他們所做的精美的DM 先看一下這一個 這個是Welcome Offer 這個是歡迎慶 它這邊就長這樣子 非常非常有質感 可以看一下 然後它這邊呢 是一個大戶的Logo 哇 真的是金光三相 非常的漂亮一張卡片 可以看一下 在這個光線的 在光線下面的這個色澤 其實真的是蠻漂亮的 可以看一下 在這邊 它沒有這個悠悠卡的功能 但是呢 它其實也是一個非常簡潔的做法 這是一共給大家參考的 如果你本身有受到邀請的話呢 你就會收到一份這樣子完整的這個產品 這就讓我聯想到之前啊 收到美國運動千帳白金卡的這個開卡 它也是一樣就是做這一種很精緻的 這種就是拉開式的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相關的資訊 那這一次大戶它大概是有點仿效 這個Apple的這個產品 做成就是這種全白全黑的 所以你收到的話呢 就會有一種 你好像是在開最新的這個蘋果 手機的這種感覺 大戶現金回饋金屬卡到底有什麼權益呢 事實上呢 它跟這個經典款的卡面呢 權益是一樣的 所以我簡單解說給大家聽 第一個呢 國內消費呢 1%現金回饋不上限 海外2%現金回饋不上限 這基本上很多永鋒信用卡的基本權益都一樣 除此之外呢 你只要跟永鋒大戶有往來達10萬塊台幣 那麼你就可以拿到額外的1%加碼 就會變成國內2%海外3%的現金回饋 那它這個是有上限的 每個月額外加碼是600 所以回推呢 每個月呢可以刷6萬塊以內 都享有國內2%海外3%的現金回饋 第三個亮點呢 就是特選通路加碼5%回饋 那每個人每個月呢可以拿到這個額外的300 所以回推呢 大概在指定通路刷6000塊以內 都可以拿到國內7%海外8%的最高回饋 那有哪些通路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下面整理的這個表格 裡面有7大通路都有這個高額的現金回饋 樂的部分呢 像Netflix 然後Disney Plus 然後甚至這個兩廳院也都是有的 史的部分呢 大家最常用的Food Panda跟Uber Eats 通通都算在裡面 形的部分呢其實我個人認為是CP值最高的 比如說旅行社的勤款 然後再來就是國內外的飯店類 像這個度假村旅館民宿等等 通通都算在裡面 但是就是不含餐廳的消費 但是我教你一招怎麼破解 你只要去國外住宿的時候呢 餐廳吃飯掛房帳 最後check out的時候呢 統一刷這張卡片 欸 他一樣呢也可以吃到這個 十一柱形的型的部分 玩的部分呢 像PlayStation Xbox 還有Steam 也都算在裡面 那學的部分呢 像好好好學校 Udemy VoiceTube PressPlay 跟Remo 其實都是算在裡面的 加的部分 像IKEA 成品線上 特立物 跟HOLA 都有 前陣介紹過的國內宿網Cube卡呢 他也針對IKEA做加碼 所以IKEA現在真的是越多卡片 可以用到高額回饋 寵物的部分呢 像東森寵物云 魚中魚、寵物王國、毛孩市集 動物星球跟寵物公園 全部都有 除了上述的一般權益以外呢 這張卡片還有做一個10%的限時加碼 請你在核卡的30日內呢 線上做登錄 登錄完之後呢 只要刷10萬元 就可以拿到1萬元的領券 這是好理事權益 比如說有什麼加樂福啊 然後有屈城市啊 然後還有百物公司的領券 就是好理事權益 那這張基礎卡 他需要繳交年費嗎 事實上呢 他是屬於永豐銀行推出來的 VVVIP才能夠享有的卡片 所以他是不會有年費問題的 但是呢 他到期之後呢 就會換經典款的卡片給你 如果你本身有經典款卡片 他就不會再補發給你了 所以他等於算是一個 非常非常這個限量的 一個身份的認證 但是呢 他可能就沒有什麼其他 額外特殊的活動加碼 也許有 但是呢 要等 就等到他們未來有預算的時候 再把它加上去 那其實就可以拿到更多 不一樣的福利跟好康了 那要怎麼入手呢 事實上呢 他們官方的說法是說 他們並不會因為你錢放的多或少 而決定給你 他最主要是要看你跟 永豐大戶往來的程度 比如說 你要做貸款 或者是你要買他的基金 你用他的信用卡刷非常非常的多 那這樣子呢 你就有機會接受邀請 聽說他們目前邀請的 預計名單大概在100人以內 目前已經發出至少5張了 就是我自己去登錄的時候 看到那個上面的數字是5嘛 那代表說我是第5個 所以前面可能還有其他人 這樣子 你不見得一定要放非常非常多錢 但是呢 你還是可以這個為目標 努力放個300萬 是永巨的等級 或者是1000萬來到永富的等級 那甚至3000萬來到永傳的等級 你都有機會呢 可以更快速的去接觸 去拿到這張卡片 我覺得這個是 大家可以去參考的方向 結論 其實最近消費者的行為呢 已經出現了M型化的趨向 那甚至銀行也針對這個部分 做了調整喔 推出的就是一般人都可以 申辦的這種普通型的卡片 那甚至還有這種金屬型的卡片呢 就是限量款 針對金字塔頂端發行的 那甚至還有這個 呃 永傳世界卡 還有永富世界卡等等 這些呢 其實都是為了要找出對的族群 然後可以從他們身上呢 賺取更多的收益 你需要辦這些卡片嗎 其實你不見得一定要辦得下來 但是我建議大家呢 可以善用銀行 所推出來的這些產品跟這些活動 然後來放大自己的資產 比如說 你可以善用他們的這些理財商品 定存 外匯 之類的 然後讓自己的資產呢 一步一步慢慢的增值 等到你拿到了這個 一定的資產水平之後 拿到不同的財富等級 那麼 這些卡片你就一定都能夠辦下來了 大家共勉之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